好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方位时间 那么节假日也是很多的重大新闻不停啊 我回到湾区呢 这几天本来是参加希望之声电台的感恩节的聚会 并没有时间做节目 但是今天看到之后呢 我觉得有个很有看点的事情啊 我还是要说一说 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叫做 小扎和土豆也书成 小扎指的是扎克伯格 土豆是指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我把特鲁多叫土豆不是对他不敬啊 这是一个其实网络的常用语 这样用嘛 节目轻松点对不对 这特鲁多呢 他其实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方向上 他跟川普是南辕北辙 这个川普当选他感觉不会好 但更谈不上有什么热情要跑去海湖庄园了 但是现在却成为西方工业七国 其中这个第一个跑去海湖庄园 见还没有上任的川普的国家元首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呢这个Metta的总裁 这个叫做扎克伯格 他跑去海湖庄园 他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剖析的事 好 先说本周一 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发文说 你加拿大跟墨西哥边境放水 让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 包括大量的芬太尼涌入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不停止的话 1月20号我就加征你们两国25%的关税 这墨西哥总统 听完之后手忙脚乱赶紧应付 可以理解 因为说的就是他嘛 对不对 加拿大的感觉就是 整个就是感觉躺着中枪 我们干啥了 这美墨边境有事吗 你要这么对待我们 那当然了 在目前这个民主党政府的 边境开放政策之下呢 加拿大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其实也在增加 但是呢增加了多少呢 给大家说个数字 在今年前9个月 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然后被逮到的这个非法移民 数字是27000人 而这个美墨边境哈 那么一个月 在10月份一个月是56000人 也就是加拿大9个月 还抵不上美墨边境一个月的一半 也就是说呢 加拿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是美墨边境的是18分之一 那么这还是最近拜登 收紧边境之前的数字哈 如果在6月份以前的话 按照过去三年的平均数 那加拿大的更加是 叫做什么来着 这个这个53000人 是原来的六分之一 所以呢 本来是18分之一 再乘个6就是108分之一 也就是说 加拿大的问题 是墨西哥的问题的 108分之一 不仅如此 加拿大的边境是墨西 比墨西哥长两倍啊 是墨西哥的三倍 你再乘个3上去哈 那就是324分之一 也就是说呢 只有千分之三 它的问题只有千分之 这个美墨边境千分之三的问题 所以呢 川普指责加拿大 人家加拿大人说 我们是墨西哥问题的千分之三 都不到哎 你说我们干嘛 再说说这个芬太尼的毒品哈 美国在加拿大边境去年 查超了多少芬太尼 大家知道吗 43磅 那么在美墨边境 查超了21000磅 也就是说呢 加拿大是墨西哥的 五百分之一 既然如此哈 一个是要叫千分之三 一个五百分之一 你你你你为什么让我们同等 对我们同等待遇哈 都加25%哈 这干我们什么事啊 这很冤对不对 那我告诉大家哈 这个这个事干加拿大什么事 美国呢是三大贸易伙伴哈 第一是墨西哥哈 第二是中国 第三是加拿大 那个墨西哥加拿大 这南北两个邻居哈 跟美国的生意是做的最大的 那是全球的贸易伙伴中前三名 他们占两个 那么也是让美国吃亏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2003 2023年哈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700个亿 墨西哥呢是1500个亿 加拿大是680个亿 OK 川普老早就对克林顿当年搞的北美贸易协定不满 对不对 原意就是说我们 当然克林顿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搞一个北美共同市场哈 川普说你这哪跟哪啊 这不是摆着吸干我们的元气吗 工厂都搬走哈 那我美国怎么办 所以在川普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呢 他就废除了这个叫做北美贸易协定 把它换成美加墨三国贸易协定 其实啊川普还是不满 在我看来哈 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 1500加700哈 2300亿美元的逆差 这样下去 美国不是还是得被掏空吗 所以这个美加墨三国的贸易协定啊 川普也想废掉 那废掉怎么办呢 就拿这个非法移民和芬泰尼说事哈 所以呢川普说 虽然嘴巴讲的是 这个非法移民和芬泰尼 他对加拿大他其实心里讲的是贸易 好 那么这样说哈 如果川普真的加上25%的关税 那基本上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就完蛋了 加拿大77%的出口 全部去到美国 说白了哈 加拿大这个国家 它的石油天然气 它的电力 它的钢铁 它的铝 它的原 包括造原子弹那个油哈 全都是供应美国的 专门给美国做的 在经济上 加拿大 就是你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 第五十一个州吧 对吧 这要是贸易要断了 增加25%的关税 或者那绝对是重创加拿大经济 可能会垮掉 20%到25% 这特路都怎么可能受得了 于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是什么面子都不顾了哈 赶紧联系哈 这个拜托 我想来海湖庄园 跟这个川总谈一谈 是不是还可以吃个饭呢 这就是他赶来海湖庄园的真正原因 那么川普呢 其实很体面哈 给他很好的礼遇 说那可以就吃饭 吃晚饭哈 这顿饭吃三个小时 吃饭之后还叫上谁陪吃啊 大家听我听我说哈 第一个叫上的是商务部长 鲁腾尼克 你跟加拿大总理谈边境问题 叫上商务部长干什么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哈 因为他这个叫做其实呢 他想解决的是跟加拿大的贸易问题 贸易逆差的问题哈 虽然芬太尼和边境 非法月经的问题这个不大 但是呢 从这个角度进去 要谈这个贸易问题 那同时也叫了内务部长哈 还叫了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每个人还叫上太太哈 所以呢 既有私人气氛呢 又谈公事哈 刚才说了商务部长来吃饭 就是谈和加拿大的贸易平衡问题 内务部长来吃饭呢 就是讲谈加拿大对美国的 输油管线的布局问题 国家安全顾问呢 当然是讲的是边境和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哈 所以呢 边境和芬太尼也不完全是玩虚的 吃完饭之后啊 这个特鲁多特别高兴哈 他说很有建设性啊 很好很好哈 他再加上一句很好玩 他说川普是玩真的 如果我们不合作的话 他真的会加税 我替这个特鲁多翻译一下 他说我的自由党和政府同仁 你不要怪我哈 川普是玩真的 我没有办法不低头 所以呢这里要说了哈 特鲁多来海豪庄园的象征意义非常大 怎么讲 三点哈 第一点就是说 现在美国哈 是左右价值之争非常激烈 其实这个价值之争延续到加拿大 也延续到全球哈 大选之后呢 美国的右翼政党 保守党大胜 共和党大胜 作为和左翼一个阵营的 加拿大的总理哈 特鲁多哈 他迅速赶来见川普 就等于是迅速弯腰 他给了他的阵营一个信号 就是美国现在确实就是川普的天下了哈 这就是现实 大家要面对现实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说 特鲁多折腰的关键 他确实是 川普是玩真的哈 那我们加拿大跟美国啊 叫做兄弟之邦哈 互相之间这个这个友好 已经两百年了 川普还是敢 这个人是敢掀桌 掀翻桌子走人的 这是任何一个美国的传统政客 都做不出来的事情 但川普可以 他起码他可以相信 特鲁多他可以这么做 这就是川普的说服力啊 他可以盯着你的眼睛 说一句话说 我是玩真的 你不要跟我混哈 你不要跟我绕 他说这么一句话 世界局势就能变 这就是川普做生意 和治国的办法哈 他清晰了解形势之后 能够非常坚定的表达 让人家不得不尊重 所以呢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 我们讲到第三点讲的是 美国的建国原则哈 其实美国的建国原则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其中有一条 叫做不结盟哈 所以这个不结盟的概念 不是这个圣雄甘地先弄出来的 当初华盛顿就这么说 什么叫不结盟 就是说淡化 淡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 强化经济往来 为什么不结盟呢 因为因为结盟的话 结盟的话 结盟就是结党营私 你结盟就会偏心 你会袒护朋友 朋友明显的缺点 你会看不到 你会树立不必要的敌人 那么本来应该客观 这个公平的对人 但是因为他是你的敌人 你自然就会对他 就是更加挑剔哈 会树立不必要的敌人 所以呢 这个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认为说 美国应该在世界之灵 对谁都一样 在世界各国中 以君子之风 公平对待所有的人 不要跟任何人 结成长期的同盟 除非是打仗的时候 所以呢 后来现在川普 对不对 到第一任的时候 他对欧盟 他对北约 要退出北约 对加拿大的态度 这都是 当代的简直是 大逆不道啊 简直是对朋友 对盟友的背叛 这都是政治不正确 但其实呢 川普这些态度啊 他就是华盛顿当年的精神 他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 我是相信 川普是没有读过 华盛顿的 未必读过吧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但他的思路和建国先赋 是非常相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以前说过 原因就是他们跟他们 他们的出发点 他们的来源是一样的 就是自然法 就是用中国的话 叫做上有苍天 用西方的话是 上面有神啊 你跟神对齐 所以你是一样的 虽然你没读过他的书 你不需要跟他商量 好 第四还有一点啊 就是川普对待 他的政治对手的态度 大权在握之后 川普会不会报复 我说这个答案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 说一个小扎 扎克伯格呢 前天也来海湖状园 来拜访川普 那么扎克伯格 他是自由派啊 或者我把他叫做放人派 自由派这个社交大媒体的老板 对不对 他主动来佛州啊 来 其实叫敬业川普啊 来敬见川普 这个 这意义真的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第一 他不是被逼来的哈 川普没有收拾他 是他自己要来 第二 他来呢 部分是为了他的生意 对吧 不要跟政府作对 对吧 但是大部分呢 其实是他自己愿意来 川普当初 在7月初 在这个 宾州巴特勒 被人家开枪打 等于是一枪打出 他的英雄本色 那当时那种 川普这个脸上流着血 在那 在那呼吁这个战斗 背后是天上的蓝天跟国旗 真的是震撼了一票人 震撼了马斯克 震撼了Joe Rogan 震撼了Bill Freeman 震撼了小扎 小扎就明确说 我搞错了 川普是条硬汉子 He's the most badass ever saw 川普是条硬汉子 为了美国这个人可以不要命的 所以真的是让小扎 小扎是心服口服 我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小扎这次来 他其实前一阵就说了 他太明确说 他说在大选前 他说我不占位 他不占位的意思就是 我不顶民主党 就说我都是 谁都不顶 这已经是他的一个表态了 这个表态大家知道 从他认为川普是一个 the most badass ever saw 到他的这个不占位 这都是大选之前说的话 大选还没有结果呢 所以你看得出来 小扎并不是完全的是来投机 投靠这个来拜访川普的 他真的是带着 对他的一个钦佩来的 那然后呢 接着呢 Joe Rogan啊 他昨天刚说 他说他愿意离开 他这个德州奥斯汀的 他的访谈直播室 叫JRE Studio 就Joe Rogan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JRE Studio 来海湖庄园采访川普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前一阵大选前吗 他不是要请那个叫做 哈里斯来他的studio做采访吗 哈里斯说 哎呀 你要不要出来 来到我们宾州吧 或者来到这个 华盛顿DC 他说我不去 你要么你就来 要么就算 所以呢 那这次呢 就大选完了之后呢 他主动offer说 我来海湖庄园 我来采访你 得是移架吧 让自己移架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从这个叫做 特鲁多 叫做小扎 叫做 Joe Rogan等等之类的 无论是盟友 无论是路人 还是敌人 现在对川普来说 都是有点天下归心 这个味道 好那川普一旦上任 回答那个问题 一旦上任 他将怎么对待 他的敌人 他的政敌 就是曾经想把他置于死地的人 他一旦大权在握 他会不会报复 你觉得呢 大家能不能留个字 你觉得他会报复吗 他会 他不会 可能 大家有三个答案 大家可以写一下好不好 对 那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以我对川普的了解 我现在就可以说 他不会 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为什么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1865年3月份 那时候美国的 叫做四年的内战 即将结束 当时的总统林肯 来到这个位于 叫做弗吉尼亚 叫City Point的 那个格兰特将军的总部 格兰特是当时的联邦军总司令 跟他谈到了 怎么结束战争 然后战争之后 怎么战争结束的时候 怎么对待南方败军的问题 那当时很多人都在想说 要严厉惩罚这些 叛军跟叛将 包括分类出去的南方 这个邦联的总统 Jefferson Davis 和他的一众官员 但是林肯跟格兰特怎么说 他跟他强调了说 对叛军要慈悲 他要和解 他不要惩罚 国家需要重新凝聚 不要严厉的惩罚 或者报复 他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话 就是Let them up easy Let them up easy 就让他们容易一些 别让他们太难 一个月后 4月份 4月9号 南方军总司令 罗伯特里 李将军 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 投降的时候 格兰特将军 就意外的宽宏大量 让他都非常惊奇 所有投降的南军 没有一个人会成为战俘 全部都假 全部都保释 大家只要放下武器 同时写下一个条子承诺 不再拿起武器反抗 就可以回家了 还可以带走自己的马 带走自己的骡子 北方军还给他们挤养 给他们粮食 没有任何人 会以叛国罪被起诉 总而言之 大家就是打败了 大家回家就完了 那么结果后来战后 没有一个南方军的将领 以叛国罪被起诉 起诉 包括罗伯特里将军 他本人 后来唯一被起诉 南方唯一被起诉的 就是南方帮连的总统Davidson 但是他最后上法庭之前 被审之前 还被林肯总统的继任人 Andrew Johnson总统 被他赦免 所以没有一个人被起诉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说 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就是战后如何对待 对待敌人 包括二战之后 美国如何对待纳粹德国 如何对待日本帝国 是吧 都反映出美国人的宽容 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密苏里战舰上的那个展览 对吧 那个展厅 美国军人 美国军人如何尊重 为了国家而战死的 日本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 是吧 这个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 要拿飞机撞 这个密苏里战舰 要把他撞成 这样的敌人 他们给他隆重的海葬 这就是源自于那种 西方的歧视精神的一部分 叫做正义和慈悲同在 这是mercy and justice 那么敌人一旦放下武器 就宽大为怀 就在歧视精神中 这是智慧和人格力量的一个体现 而不是示弱 所以川普呢 他其实口头厉害 他其实内心是很宽容的 他心眼一点都不小 当然他在跟政敌对攻的时候 他毫不客气 但是他一旦取胜 他马上就会改变态度 在2016年大家都知道 他当了总统之后 根本就没有叫做 叫做lock up 没有办希拉里 那尽管希拉里 真的是 真的是涉嫌违法 因为他觉得 他办希拉里的话 对国家不好 前天 是感恩节 对不对 川普发了一段 发了一段推 他说什么呢 他说感恩节快乐 祝所有人 包括那些努力 想摧毁我们国家的 激进的左派疯子们 他们失败的很惨 而且永远会失败 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政策 实在太糟糕 伟大的美国人民 刚刚以压倒性的胜利 支持了那些 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 他接着说 他说别担心 Don't worry 他说我们的国家 很快会受到尊重 会变得更加 更有生产力 更加公平 更加强大 你们 你们就包括所有人 包括他的政敌 你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为自己是美国人 而感到自豪 所以在竞选前 在竞选中 那个记者也反复问他 你要是当选的话 你会报复你的政治对手吗 包括那些 破坏他的这个人 他说 我们最好的报复 就是让美国成功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川普当政之后 第一 他绝对会无情的淘汰 或者开除那些 他认为在阻碍美国发展的 华盛顿的建制派的官员 但是他不会追杀他们个人 因为他需要国家凝聚 这就像当年的林肯 你放下武器 什么都好说 我们放下武器 仍然是兄弟 这里头说一下 如果说左派 真正 现在呢 就是 担心川普上台 担心受到报复 他们其实不需要惧怕 因为美国现在 已经走上了一条 崭新的回归传统之路 那其中一条路呢 我想其中一个精神 就是当年的这个叫做宽容和正义同在的歧视精神 所以呢 我觉得目前真的是 目前在川普上任之后 他顺利上任之后呢 真的是美国百年不遇的重新凝聚 和重新伟大的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您 不管您对我的节目的观点怎么看 都欢迎大家留言好不好 说说您的感觉 或者您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叫做holiday 再说一下 谢谢大家 请新来新观众 记得能够订阅一下 喜欢方位节目的人 点赞一下 在走之前 OK Happy Holiday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